第2945集 荒极玄文言怒急反笑道 你的意思是 我连我的女人 我的妻子都不能碰了吗 你不会以为 我娶你就是为了摆着看的吧 桂林云冷冷道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对我而言 这只是约定 你如果不愿意 可以取笑 桂仆龙文言简直要疯了 他知道自己的女儿 在幽亡遗迹之中 似乎喜欢上了一个废物 一个已经死了的废物 甚至还想为这废物报仇 原本桂林云答应了这门婚事 他以为女儿终于想开了 可没想到到头来 桂林云会答应这婚事 为的还是那个名为夜晨的小子 他不知道 这小子究竟给女儿灌了什么迷婚汤 竟然会让女儿变成了这个样子 桂极玄文言笑容更加灿烂了 但眼中的冷意 却几乎化为了实质 下一刻 他将在半空中的手 再次朝着桂林云伸去 桂林云目光一沉 体内妖力运转 就要躲开 可是突然间 一道绝强威压 自荒极玄体内爆发而出 一瞬间 荒极玄仿若与天融为一体 化为了这世间的主宰一般 在场众人看着荒极玄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臣服 他们无比惊悚地 看着眼前的青年 心中已经肯定 荒极玄可能不要十年 就能成为还真净至强啊 而桂林云体内的妖力 一时瞬间被镇压 完全凝制 两者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 连着散发出的气息 桂林云都无法抵抗 荒极玄冷笑道 你觉得在我面前 你真的有反抗的资格吗 你是我的女人 我想碰就碰 这场婚礼 似乎也没什么意思了 既然如此 桂林云 你便直接随夫君入洞房吧 桂林云闻言 美眸一颤 美眸之中 浮现了一抹决然之色 似乎就要施展什么后手 可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的男子声音 突然在这天荒城外响起 不好意思 我有意见 众人闻言一愣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名神色淡漠的青年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一时间 众人眼中都浮现了讥讽之色 他们还以为是什么人 竟然只是一个补天七层天的废物 这种废物也敢出言 打扰黄公子的好事 不知死活 在他们眼里 叶晨已经是个死人了 而桂林云在看到叶晨的瞬间 似乎连心脏都要停跳了 他只感觉 时间仿佛就要定格在这一刻 他张了张嘴 似乎就要呼唤叶晨的名字 但却是强行忍住了 他低下了头 极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他不能让荒极悬发现叶晨的身份 否则叶晨必死无疑 黄极悬双目微眯着 你说你有意见 什么意思 叶晨与黄极悬对视着 分毫不让道 你刚才说 谁想打扰你的婚礼 可以站出来 我对你的婚礼有意见 哦 一时间 黄极悬的面色反而有些玩味了 他问道 什么意见 叶晨一指地上那几句蚕尸道 这些人 你杀的 黄极悬随意地道 不错 叶晨闻言突然笑了 不懈地笑了 他骤然大喝道 放屁 这些人是我杀的 众人闻言皆是一惊 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们一个个无比讥讽地看着叶晨 就像在看一个小丑 这小子是不是发疯了 一个补天镜存在 想杀始源忠后期存在 说谎也不说得靠谱一点 连装都不会装 真可怜 还敢说荒公子放屁 我看放屁最想的就是这小子 一时间 天荒城外充斥了无数舞者的哄笑 不过对于这些笑声 叶晨却是丝毫没有理会的意思 而是看向桂陵云 微笑道 大小姐 好久不见 桂陵云闻言 娇躯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她抬起头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情绪 泪水疯狂从美眸中滑落 大喊道 叶晨 你快逃跑 我替你拖住他 黄巨学不知为何气息强大了许多 隐隐皆清八层天存在 你快逃啊 她不想再次看到叶晨死在自己的面前了 可是叶晨却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继续道 大小姐 你不用和她结婚 这些人是我杀的 她并没有完成你们的约定 众人的笑声止住了 他们看着这一幕震撼之中 一个个也是面线恍然之色 他们懂了 看来这小子是为了阻止这场婚礼而来的 之所以说出这种不着边际的谎言 就是为了让桂陵云不用嫁给黄巨璇 桂陵云翘脸之上满是焦急之色道 叶晨 别说这些了 快走啊 现在人是谁杀的已经不重要了 桂陵云一咬牙就要施展自己的终极后手 就算无法击败荒鸡璇 也要拖住她一段时间 让叶晨有机会逃跑 可是突然之间 桂陵云却是落入了一个怀抱之中 叶晨在众目睽睽之下 紧紧地抱住了桂陵云 众人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这小子也太疯狂了 就算喜欢桂陵云 也不至于直接当着黄巨璇的面抱住她吧 这简直是对黄巨璇最大的侮辱啊 叶晨却是完全不顾众人的眼神 在桂陵云的耳边说了几个字 只是几个字却让桂陵云瞬间平静了下来 相信我 就在这时 众人心中都是狠狠一颤 一道彻骨的寒意爆发而出 与之伴随的还有无比澎湃的妖气 此刻黄巨璇死死地盯着叶晨 眼中怒火几乎要化为实质 众人看到如今的黄巨璇 面上都浮现出了恐惧之色 如果说刚才的黄巨璇是天神的话 现在就是杀神 诛灭一切的杀神 他们毫不怀疑 黄巨璇想要他们的命 只不过是一个念头的事情 叶晨放开了怀中的女子道 大小姐 退开一些距离 方才冷若冰霜的桂灵云 此刻却是极为乖巧地点了点头 朝后方退去 叶晨淡淡一笑道 怎么 这就怒了 我已经说过人不是你杀的 你根本没有娶灵云的资格 就算人是你杀的 你也没有娶她的资格 因为 叶晨眼中神亡一圣道 桂灵云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你没有资格强迫 众人闻言都是忍不住 吞了一口唾沫 这小子是真的疯了 和黄巨璇抢女人 他们只能说 佩服叶晨的勇气 现在已经开始 好奇叶晨的死法了 黄巨璇大笑起来 可面庞上已经浮现了 道道猙獰的青筋 他仿佛一头 吃人的怪兽一般 盯着叶晨道 小子 你打搅了我的婚礼 本就是死罪 还调戏我的女人 你放心 我泯灭了你的肉身之后 不会让你那么轻松地 魂飞魄散的 我会不断地折磨你的灵魂 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痛苦 叶晨摇了摇头道 就凭你 做不到 给我死 黄巨璇怒吼一声道 图虎沙 还是一拳 赤手空拳的一拳 但这一次 这一拳给众人的感觉 却是完全不同了 虽然依然极为内敛 可圣怒之下 黄巨璇显然动用了权力 此拳服一打出 众人眼前仿佛便出现了数千万头 威猛至极的神虎 陨落在这一拳之下的画面 这一拳比之方才灭杀王伙的那一拳 强横了好多 一拳估计能直接灭杀一位 始源七层天存在吧 叶晨这个补天境的垃圾 说不定会直接在拳风之中蒸发吧 面对黄巨璇打来的一拳 叶晨却是笑了 不屑地笑了 下一刻 其体内龙骨一阵咔嚓作响 魂体转化施展 滚滚魂力化作了纯粹的肉身之地 黄巨璇喜欢玩拳 那就陪他好好玩玩 下一刻 叶晨同样打出了一拳 众人又是一惊 叶晨竟然要对拳 这是骄傲到无以复加 要以同样的出手方式打败对手 可一名补天存在 和一名始源妖孽存在对拳 那就是笑话 黄巨璇眼中 亦是流露出一抹轻蔑之色 转瞬之间两拳相击 两颗拳头之中 都仿佛蕴含着一个宇宙 如今 两个宇宙疯狂碰撞 一种湮灭万物的力量爆发而出 似乎将时间都停滞了 放大 放大 再放大 所有人的瞳孔都在疯狂地放大 仿佛脑死亡一般 眼前的一幕 简直要让他们的脑细胞全都爆炸了 只见黄巨璇的拳头 那颗连金尸天火都无法灼伤的拳头 竟是在夜沉的一拳之下开始碎裂 鲜血疯狂喷涌 骨骼的破碎声清晰可闻 黄巨璇面上浮现一抹难以置信之色 随即其身躯瞬间倒飞而出 宛若炮弹一般轰向了天荒城内 天荒城门处是一座礼堂 黄巨璇为了与桂陵云进行婚礼而建造的礼堂 极为奢华用上了无数珍稀材料打造 黄巨璇的身体瞬间撞在了这礼堂之上 轰隆一声巨响 这礼堂瞬间被撞成了粉碎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无比强悍的妖孽存在 黄巨璇竟然被夜沉一拳轰飞了 黄巨璇可是有可能十年内成为还真的存在 而后将四殿都压得抬不起头的超级妖孽 怎么会被一个补天镜如此轻易地一招碾压 他们不是在做梦吧